如何圆满四念处? 佛陀说,圆满安那本那念的人,同样也圆满四念处。 这里我仅给出基本的含义。 上文所提的四组四法中,第一组四法的修习,包含技术和随逐的方法,完全是构成了。 身随观念处,入膝和出膝,作为四身的一部分,称为身。 因此安那般那念。 经说道,我于诸身中,称为身者,即入出膝也。 第二组四法的修习,构成,受随观念处。 经文说道,我于诸受中,称为受者, 即对入出膝之善作一眼。 善指出需要特别地努力去觉知气,等等。 这里,在持续地把注意力放置于入膝和出膝的同时, 努力去带有智慧的清楚觉知感受。 因此第二组四法的修习,因此第二组四法的修习称为 受随观念处。 第三组四法的修习,构成,心随观念处。 这里,同样的,在持续地把注意力放置于入膝和出膝的同时, 努力去带有智慧的清楚觉知心。 第四组四法的修习,比如随观无常,是。 法随观念处。 这里,再次地,在持续地把注意力放置于入膝和出膝的同时, 努力去带有智慧的清楚觉知摊,忧等。 不善心所地舍离。 经文说道,比断其滩,忧,以意见词,友善观察。 因为专注于入膝和出膝的同时观照无常等法, 他也恰当地称为 法随观念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